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是主动就踢成的 英格兰踢半天没踢成 输球了嘛 就是输球了也没什么可讲的 克罗蒂亚跟法国进入了决赛 英格兰跟比利时争第三名 有朋友说 涛哥你说对了 我不知道人家是大家是斗着玩的还是怎么样 涛哥你说对了 英格兰跟比利时终于在最后碰上头了 他是碰上头了 碰到这个位置上 跟原来说的概念不太一样 英格兰在昨天踢球的时候 几乎所有包括媒体都是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认为他们很有机会 基本他把重点都放在他们 认为他们很有机会创造历史 都是这么说的 甚至在 甚至在这个 当时在这个观众席上 英格兰球迷了 出来一个假的一个教练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看见那假教 就是假的那个 按照他教练那种装素的 模样脸型差不多 有些fans跟他照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我看见 那个人的时候 我当时我看见那个人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的就一丝的感觉 不是件好事 就那么一种感觉 那个感觉 在当时阿根廷队在当时阿根廷队比赛的时候 我想西班牙队啊 对不起 葡萄牙队 在葡萄牙队比赛的时候 也是教练 当时葡萄牙队的教练呢 在等着进场的时候 非常急躁 我记得节目中 我跟大家讲了 而一个老头那么急躁 那我就不知道 他能把这个球队指挥成什么样 而当时给我的感觉就不是一件 很很很流畅的一种 有人说 你可以叫第六感 当时就那么一丝感觉 这个不好 这事儿不好 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种 不惊心的感觉 就是说 他不在你的刻意的什么一种感情的投入下 刻意的一种什么事情的背景下出现 而是不惊心 就是他的偶然的出现 跟这件事情有关 你却能够意识到 或者预计到 它会影响到这件事情 或者是某种征兆 有朋友相信 有朋友不一定相信了 那个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 涛哥 你说对了 比利时跟英格兰最后还是碰上了 我个人觉得也蛮有趣的 但是呢 另外一个朋友说那么一句话 提醒了我 他说 哎呀 这不是这个结果就变成了 应对了涛哥说的乘母接舌大零鱼八吗 嘿 这话就给我 确实 多少给我敲 就是把我也敲醒了一点 克罗地亚进决赛 我相信很多赌球的会输的 那法国跟比利时进入决赛的比重会大一点 就是认为他能够进入决赛的比重会大一点 那对比克罗地亚 战胜英格兰进入决赛 如果你这个赌注再往前算 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八分之一淘汰赛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是法国跟克罗地亚进入决赛的话 我觉得那个胜率就很大了 那但现在看来呢 这么正常的对比来讲呢 几乎就不存在了 没有 几乎就很少人能够猜成这个结果 所以当那个朋友说 陶哥这不是 这个乘母结舌2018吗 似乎就给我多少呢 焦醒了一点 昨天节目咱还说呢 说 我强调那个层面 达基跟这个咒王的那个层面 是达基 是狐狸 是女娲 是女娲背后更深的 就这么一圈套一圈 不在不同的这种层面上 英格兰希望英格兰进入决赛 有自己的一个说法 有自己的想法 当时也跟大家解释过 如果他进入决赛呢 这圈化圆了 哪来哪去了 那现在看呢 那个朋友讲那话呢 就说变成 这件事情呢 有着更有着他 因为 如果你从称目结舌的角度来讲 他的背景概念就超越了一个英格兰队能够这圈化圆了 最终获得冠军 进入决赛获得冠军 那从称目结舌的角度来讲 他的背景含义 就是他的背景含义 他的时代背景的意义 可能更高 称目结舌的氛围更高 所以称目结舌的概念呢 远远超过于英格兰队把这球化圆了 那世界盃呢 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吸引人的眼球 而整个世界盃的比赛走到今天 可能大家也都说 用称目结舌呢 其实是能吻合的 所以他代表的含义只不过是 称目结舌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的一种表象 其中的表象之一就是世界盃 其中表象之一是世界盃 我个人觉得 当这朋友这么说出来的时候 我是挺有感触的 我觉得 可能当时对英格兰 自己也有情感嘛 觉得英格兰 老看这个英超 觉得英格兰应该如何如何 而且特别看到比利时队跟英格兰队这些面孔都在英超里面 那觉得这个圈画圆的很有意思 这球踢到这份上也有意思 那如果真走到那份上 那英超的本身的价值 就会远远超过于 远远会超过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联赛 那德国联赛就这次就不用提了 那意大利也不用提了 那意大利连进都没进去 对吧 所以这是里面 其实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 任何一个人在现实人的环境中 当你有了一种情感的投入的时候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一个贪字的贪的问题 这个问题上 贪字的贪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中提到 我说贪字的贪是繁语 让我相当吃惊的 当我看到这个字是繁文而来的 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而他对等的呢 是贪性的贪 也是繁文而来的 都是从佛家来的 而贪这个字呢 被这个 被佛教里面解读成 从繁文延续下来 解读成三读之手 而贪性的贪呢 恰恰是讲 在佛家里讲修行的人 开悟会悟 都是指修行的人 所以悟跟贪 都来自于佛家 是一个人的两面 他们相互对立而存在 相互对立而存在 悟其实就指着人的 灵魂的概念 我以为就用灵魂看 用原神灵魂的角度 能够真实不死的生命 看待我们有限的人生 真实不死的生命 看待自己有限的肉身的人生 而这有限的肉身的人生 正是代表着贪子 所以他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你同样可以解读成 人之初性本善 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这个王沪宁说 人之初性本恶 他证明了 人之初性本恶 那恶与肉体的贪 是在一起的 在佛家里 就是三毒之手 三毒之手 而悟开悟会悟 是指人们 一个现实中 真实生活中的人 破除了肉欲的贪婪之诱惑 从而看到真实的场面 贪婪的诱惑 我刚才说 希望英格兰能够赢 希望英格兰走出这一个圈 有自己的感情的投入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期盼 而想法 爱好 期盼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意识到 它是涵盖在贪念之里面 你可以叫贪念 你可以叫贪心 是在贪字范围之内 那当你在贪字范围之内 我昨天 大家昨天那节目 我是看了比赛 不同的时间段 跟大家说的 那我个人只不过 有一个感觉 就说 它真实的结果 是一种天意的结果 也不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但是我们希望是这样 我能够 我只不过有能力 去约束着自己 很希望 赢格兰赢的那种概念 能够 另外一个我 能够看到一个 真实的一面 不是我说了算 也就仅此而已 所以它其实反映出一个 在现实的生活中 人沉溺于现实的环境中的 七清六欲 而被涵盖在一个贪字里面的时候 你无论你多大的本事 无论你多大本事 当你陷入其中的时候 那你看到的问题 跟实际的状况 最终的结果会有距离的 会有距离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所以那个朋友说 涛哥这不是你说 那个称目结舌2018吗 我自己给自己豁然开了 对是没错 这个范围远远超过了 远远超过一个英格兰要赢球 整个世界杯就是称目结舌 整个世界杯就是称目结舌 走到今天 那你说到后面 是法国队得冠军 还是 另外一个球队得冠军 我觉得对很多朋友 而言都已经称目结舌 当然克罗地亚 如果真把法国队赢了 那你可以把它解读成 解读成黑马 那也有人说 那克罗地亚报了 二十年前的一见之仇 二十年前 当时法国队 在半决赛 二比一赢了克罗地亚 法国队进入决赛 那克罗地亚没进去 所以他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所以在在球赛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 那这种蛮有趣的概念就是这种 我以为从命运中去体会 从现实我们遇到的这种利益的冲突中呢 去体会 那这种体会 其实反称过来 你就知道 很多赌球的人 赌球的人为什么输 我以为也在其中了 他钦住了自己太多的情感 他当你去赌博的时候 没有能力去赢了 当你真正去赌博的时候 没有能力去赢了 我觉得是这个 电影里也好 这个小说里也好 说那真正赢的都是抽了签的 抽了签的是坏的 或者打假球的 对吧 那是赢的 赌徒平白无故 拿三块钱进去赌钱的 不太容易吧 不太容易吧 赢一把输三把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意思 就是从这其中 你能看到其中的味道 就是生命存在的味道 和他真正事情 真相 跟人的道理之间 完全是反的 完全是反的 人所分析的一切 落在了贪子上 恰恰被佛家里 称为叫三毒之手 三毒之手 也就是背离了自己的灵魂 贪念的人 哪里能够有 能够有开悟的 所以这是在今天中国社会中 我今天在 金日典击中 金日典击中提到 我这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问题 无关不贪 其实这个词呢 是老百姓骂当官的 骂中共 其实在我眼睛里 在中共体制之下 他灌输给每一个人 他的 我们受教育的过程 就是变成贪婪的过程 在中国的教育 我们被教育的过程 就是突出我们贪婪的过程 你的试图 你的争取 你的考分 你的尖子学校 你的尖子班 对不对 你的一切 都要争取自己努力的成功 倾尽全力 使出所有招数 因为你成功 就有女人 就有男人 就有漂亮的女人 就有漂亮的 有钱的男人 你的漂亮 能够干掉当官的儿子 而当官的儿子呢 看见漂亮的女孩子 他一定去欺负 最近推特上 发的视频在国内的 公共汽车 你也就坐公共汽车嘞 俩人打起来了 我儿子是警察局长 我儿媳妇是谁 你神经病啊你 他儿子是警察局长 他坐公共汽车 跟人抢个位子 这都能打得质地有胜 有个女人那样很高雅 哎呀就那样 哎呀你不要争了 我跟你说 我要跟你亮了底牌小样 你现在就碎了 真的大姐不愿意这样 撒大嘴 你看那衣服找抽样 为什么呢 我儿子呀我跟你说 就在下边分局呢 今天正好上班 他儿子在那分局是警察 所以他可以任意侮辱其他人 你想想 朋友们如果在现实的环境中 当你揭示出警察 本身对人的残害的时候 而这个人的表白 却是表白在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价值观 反什么贪呢 你怎么反呢 反贪的人是因为自己没贪着 反共的人是因为自己没当官 都是在贪字上 有所都是围绕着一个贪字在转圈 都是围绕着一个贪字在 在实现着自己人生的目的 但他真正的生命过程 却是恶的过程 生命的过程 却是一个十足的恶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在现实环境中 能够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 今天节目可能比较多 因为贸易战真的打了吗 我看起来觉得蛮有意思的 在昨天的华尔街日报里面 登了一篇文章 应该是昨天 为什么川普今天敢跟中共死磕 现在他就磕死中共了 他磕死中共 和到今天现在欧盟在北约 他要重塑地球上的这种整个秩序 而且他明确把中共跟俄罗斯 作为美国社会国家和人文价值的战略敌人 一种生命敌人 他定位是在这儿的 所以他对那些所有跟中共 跟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 他嗤之以敌 所以他对德国非常不留情 非常不留情 他对德国的说法很简单 北约 我美国掏了很多钱 来支撑着北约的军队 你德国人 却跟俄罗斯做天然气生意 你几十亿几百亿的钱给了俄罗斯 我出钱还要保护你 防止跟俄罗斯之间的对你的不那个 我傻瓜啊我 所以欧盟在抗争他的问题的时候 抗争不了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欧盟他就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那是啊 你家钱是钱 他们家钱不是钱哪 所以什么左派右派的 都是苹果派 人做人要善良 现在就变成了川普的做法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个公平 他是这问题 他是这问题 而他敢这么干 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强劲 美国的经济太强劲了 真的是川普的政策吗 我们看这篇文章怎么说 那这篇文章呢 他讲的很长 他说的 川普的底气 敢跟中国打贸易战 他的底气来自于美国的经济的强劲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数字还没有公布 第二季度的增长率 可能要高达4% 你知道因为美国的经济基础在那里 如果他的GDP增长4%的话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他说应该是过去九年以来的增速的两倍 所以这种突发性的增速 跟川普的贸易战直接相关 4月5月6月第二季度 那第二季度 4月5月6月 是川普真正向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时间 对吧 中兴被查的时间 贸易战的开打的时间 包括钢铁铝制品的 加征关税的时间 都在这个时间里 在伴随着 伴随着跟中共进行贸易战 那他的经济呢 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他的失业率 是2000年互联网繁荣时期的最低点 工人的普通薪金和收入 正在温和上升 这是川普今天 要跟中共贸易战中 采取强硬立场的一个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关税通常会拖累经济 这是经济放缓 这是没错的 通常的说法 但到目前为止 很难说 中美照贸易争端 对宏观争议 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是华尔街日报 那你说他的从他的报纸的本身的特点 他的记者本身都是跟经济专家 跟经济相挂钩的 所以他陈述的概念就是 现实表现出来的一切 跟我们通常经济学家认为 在两个大国之间展开贸易战时 可能发生的状况相对立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当川普来着 出现了这个人 他适应着实在的背景 向中共说不 他将以经济冷战 金融冷战 科技冷战 他以这种非武力的 非军事性化的全面冷战 在打击中共的时候 就迎合了天意 这是迎合了天意 而这一份迎合了天意 就让他实际的状况 整个他的国体的状况 对这个人是支持的 是支持 他说在这种背景之下 在美国经济强劲的背景之下 川普不用担心 来自受到冲击的美国的 因为贸易战而受到冲击的美国家庭 或者企业的阻力 时间到 这是个中国问题专家 虽然贸易战会让中美经济承受痛苦 但现在是在利用关税 迫使中共改变贸易行为的最佳时机 最佳时机 所以他的定性 时间到 在美国之音 纽约时报 在很多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 比较 比较精英的文章当中 你都会看到这个名字 然后文章提到说 上周五的340亿 中国的对赌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开放国内市场 增加进口 不再保护 它的产业及修改规则 防止美国的技术被窃取 那川普也提到说 如果中共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会加大征税 在这个加大征税的背景之下 我们知道拿出两千亿 而美国贸易代表提出 略微减轻关税的措施 带来的冲击 所以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产品的 就是被涵盖的340亿的 征收关税的产品当中 大概给了90天 最长给了90天 来申请豁免的权利 所以它是按照一个正常的 程序在做 而且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 它始终表现出 它的先礼后兵的做法 中共不是 中共明显是在 整个习近平的团队 刘鹤团队明显是在 这种贸易战的冲突中 不知所措 它完全不知所措 有时间它也不知所措 没时间它也不知所措 而它不知所措的原因 我以为习近平的团队 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 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以为中 他以为川普应该这样 他以为川普不敢那样 都是他以为的 这是今天大陆人 自卑的 自卑者的自负人 自卑的真实的表现出来的 自负的人的那种典型的思考方式 高激动的思考方式 相当自卑的 这个生命相当自卑的 他自卑才要给自己树立成伟大 当他依附中共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种生命的悲 那种 那种 太糙了 太糙了 太粗糙了 太糙了 这活太糙了 你太太 叫什么 狗肉蹬不了大底 狗肉上不了底 大概是那意思 现在不许吃狗 文章还提到说 对华贸易措施 势必会影响诸多 美国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价格上涨 转嫁给美国消费品 同时可能会压缩 美国企业的利益 利润 那甚至迫使他们压缩 这个招聘计划 这是讲 他通常贸易战中 会带来的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华关税措施 没有给美国经济 带来不利影响 今年美国的招聘增速 比去年有所提高 我看到一个数字 从2016年 推特上这数字 2016年的11月份大选之后 美国增加了310万个 新的就业职位 美国增加了310万个新的就业职位 那个数字应该是 可能应该是相当具有 具有那种 Milestone 具有那种里程碑的概念 你说川普他干嘛了 他执政一年半干嘛了 讲笑话 吹牛皮 撕毁原来的规矩 定型规矩 我说的意思 只要他这个人 成为了美国总统 他往那一坐 美国经济自己就好 只要按照他自己性格做事情 这就是有使命的人 只要按照他自己的性格做事情 他就能做成这样 按照性格是有着自然的成分在里头 按照芝加哥大学学的 按照哈佛学的 那是精英被学的 被洗脑后的结果 所以我在昨天节目中说了 我说这个 奥巴马就是个fake 就是个假的 假的人 那假的人是什么呢 真骗的 假人真骗的 就像中共提出来 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 多大的报复 自己说自己不是人 叫高级动物 一个高级动物 要建立全球人类共同体 那就把人都杀了吗 我们没有向外输出革命 你不往外输出革命 你怎么建立人类共同体呀 一个高级动物 那川普认为自己在贸易战中 占上风了 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如此之低 而因为关税之争 丢掉饭碗的美国人 可以轻松地找到其他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而且将贸易战 视为一种长期战争 目的是将此前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以及美国认为 不公平的交易行为 失去工作的岗位的人 重新带回美国来 那这些不公平的行为 包括迫使美国企业 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 是 所以他做成了 他这句话说的很关键 贸易战中丢掉工作的人 很容易找到新工作 而且他的薪金和收入在增长 那作为一个失业的普通人 他只要有范指 他只要这个工作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那你说他提供的 在美国范围内 那川普提供的条件 那有多好 对吧 时间到 即便失业率已经很低 那一些人仍然感到自己 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 所以他们选择了 让川普当总 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说 一个委员叫Michael 美国经济的强劲 表现在关键时刻 为政府提供了缓冲 这些人是专家 所以他说在很关键的坑底上 在真正跟中共开打的时候 跟中共开打贸易战的时候 是美国经济几十年来 最强劲的时候 失业率最低的时候 美元最上涨的时候 他的房屋价格和房屋销售 也在开始真正的上涨的时候 而所有中国的一切 都是衰败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天灭中共 可能这是一种表现 官员私下认为 中国经济现状比普遍认为的 更加脆弱 他全是掩盖的 如果第二季度 美国经济的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真高达4%的话 可能远远超过今天中国的数字 中国说有6% 他可能也就实际有3% 因为说出这个数 是为了安定稳定团结 这让美国政府容易受到 这让中国政府容易受到 美国的贸易战的打击 因为中国比美国更依赖出口 正在试图降低信贷减速 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第一季度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8% 鬼都不知道这数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呀 那都是恶鬼 一般的鬼还够不上 那都是恶鬼呀 中共都是恶鬼 同时他提到 中国对美国市场的敞口太大了 几年之后 中国经济走进一步多元化 相比来讲 美国现在施压的效果更好 更可以达到目标 这话说 中国太需要美国市场了 你打吧 换句话说 美国市场不知道 比中国市场大多少 它的实际的采购能力 它实际的消费能力 实际的消费能力 他说当然 美国要注意到 不要做过头 布鲁金斯基学会的经济学专家 杜大伟 这是另外一个中国著名的问题 专家 美国经济当前的强劲表现 主要得益于一次性减税的刺激 在川普上台之后 应该是2017年底 川普消 2017年12月份 川普即刻宣布 大幅度减税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 大幅度减税 所以杜大伟认为 那得益于那个概念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大幅度减税的说 就是准备今天打仗 所以很多人说 川普出尔反尔 川普的出尔反尔 完全是他的谋略 川普的出尔反尔 完全是他的手段 完全是他的手段 真正他要打的就是 你看到他的出尔反尔 你要跟着他走 累死你想的 骑三头驴你都赶不上 他是这个概念 他是这个概念 而他的真正要做的事情 他毫不含糊 出尔反尔的一切 是掩盖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他的真正的目的性 他的决心 根据美国国 根据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估计 减税的效果在2018和2019最大 此后将逐渐衰弱 那随着减税的利好逐渐衰弱 未来数月及数年的贸易 长期带来的压力将逐步积累 那没关系 现在是2018年7月份 刚开始打中国的状况 中国能不能撑到2019 所以他的利好的趋势 就是说他的一次性减税 将给美国带来两年的繁荣 这里他这完全是理论上说的 带来这两年的繁荣 那中共政权能否扛住两年 就这么打下去 那你再打下去 你敢不敢打成零贸易 对吧 所以他的这篇文章的分析 从单纯的角度来讲 国家大的政策角度来讲 在短时间内 在半年之内 足以置中共于死地 只要习近平对赌此刻 所以我说 我的说法说 哥俩玩双簧啊 非要把共产党堵死 因为当一旦堵到那个位置上说 真堵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那习近平你贪手 咱打不过投降吧 说当年苏联没一个男人 当年苏联要没有一个男人 他今天给人家普京挂什么大项链 真的这话说 真白菜 真白菜 当年苏联没有一个男人 你今天给普京挂什么项链 那你是不是男人呢 这爷们儿干的这事儿不咋地啊 如果川普兑现将贸易战升级 把中国规模505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 几乎全部加以征税的话 那对美国经济影响会大得多 经济增长会放缓 加上贸易战升级 那真是一个糟糕的组合 杜大伟说的是美国的经济 对不对 杜大伟没说 如果他全面升级的话 中国会怎么样 杜大伟只说了 杜大伟是比较袒护中共的 杜大伟说了 如果加到那份上的话 美国经济会怎么怎么样 杜大伟没说 如果加到那份上 中国共产党还存在 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了 反过来再看 美国的经济放缓 还是真正的人类的繁荣 这就是精英者的说法 玩命研究守心 玩命研究守备 他永远看不到 守心守备的共生点 在时间的流逝中 他存在着一个 根本的变量问题 站在贪资上的人 站在贪资上的人 被定为佛家的 三恶之首 原因就是 他会使得这个贪婪的人 背离自己的生命真相 这句话蛮有哲学味道 蛮有哲学 其实他是一种生命理念 站在贪资上 分析当今一切事情的人 他背离了自己生命的本来 和生命的真相 所以他就是以天地对立的 就是魔鬼的代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